You are within Philippine exclusive economic loan 双方在海上对峙 紧张气氛弥漫 中国渔船前往南海捕鱼 闯入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飞国海巡署立刻出动驱赶 这样的场景近几年 时常在南海海域上演 也造成非洲两国外交关系紧张 而近期南海紧张局势会再度浮上台面 就是因为彭博社在20号报道 北京在南沙群岛四个岛礁 进行填海活动 引起飞国当局不满 不过两国还是想办法和平解决争议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预定在1月3号到5号 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将是小马可氏6月底就职以来 首度对非东协国家展开国事访问 首要任务就是处理南海争议 恢复南海局势和平稳定 因此非洲双方外交部长将签署协议 建立两国外交部各层级直接沟通 中国当局也表示双方会持续进行沟通 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不过针对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严正否认 彭博社有关报道 纯属无中胜有 不对南海的无人岛礁采取行动 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达成的庄严共识 中方始终予以严格恪守 菲律宾曾多次与中国民兵船海警对等 在南海发生对峙或冲突 因此非洲两国都希望透过小马可市与习近平的会晤 能够平息两国在南海的争议 欢迎新闻孙玲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